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功跟功率 還有功能定理的重點整理 首先呢 什麼東西叫做功 所謂的功呢 它就是能量的轉移 能量轉移我們就把它定義成 力乘上位移 力乘上位移 但是呢 力量乘上位移的條件呢 必須這個力量它的大小方向都固定 大小方向都固定 我們就把它稱作定力 大小方向都固定 就稱作定力 可是萬一呢 它是一個便利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必須動用到積分 積分呢 就是畫圖球面積 FS圖的面積 像比如說什麼 拉鏈條啦 把它拉上桌子啊 必須要做工多少啊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便利 便利的話 畫圖球面積 那 記得這個力跟位移要取平行有效 這個東西是內積 內積要取平行有效 OK 好 再來第二個 功率 什麼叫做功率 功率 率這個字就是每秒的意思 所以呢 功率就是每秒做的功 每秒做的功 就把功再除以時間 功再除以時間 那其中呢 這個功叫做力乘上位移 力乘上位移 底下再除以時間 結果發現這個東西叫位移除以時間 位移除以時間 這個東西叫做速度 那就是力量再乘上速度 OK 也是一樣 要取平行有效 好 如果是順時功率 就乘順速度 如果是平均功率 就乘平均速度 如果是平均功率的話 我的建議是 直接功除以時間就可以了 那一般來講 如果今天要算功率的話 它常常會考到那種就是 如果今天這個車子 它到達終端速度的時候 阻力兩倍的時候 它的功率要幾倍 那或是呢 它是搭配這個電路學一起考 比如說我有一個電路裡面有一個馬達 這個馬達輸出的功率就是力旋功率 就是力乘速度 所以常常會搭配電學一起考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終端速度一起考 第三個呢 其實磁學也會 就是什麼 這個感應電動式啊 那個外力的這個作用功率是多少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那邊 常常會用到這個概念 那第三個就是功能定理 來 功能定理 功能定理分成兩種 看一個物體 還是看一個系統 看一個物體 或是看一個系統 來 看一個物體的話 所有的功 所做的功率 都會讓動能發生變化 那所有的功就是包括保守力做功 包括非保守力做功 保守力做功跟非保守力做功 所有的功都會讓動能發生變化 所有的功都會讓動能發生變化 所以這個要說合力做功 合力做功就是所有的功 我們全部都要善 保守力做功要善 非保守力做功要善 保守力就是重力 彈力 電力 這三種力 這三種力可以儲存未能 那說得功都會讓動能發生變化 那如果今天是看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 像譬如說 你跟地球之間 它就會出現未能 那如果是出現未能 如果是出現未能 你考慮未能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說 非保守力做功 等於動能變化再加上未能變化 來 上跟下哪裡不一樣 上跟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這個地方它有算未能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它有算保守力做功 那也就是說保守力做功跟未能變化 是同樣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一起算 保守力做功跟未能變化 是同樣一件事情 不能一起算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像什麼 像這個東西 像重力 如果今天重力做功10 對不對 未能就會減少10 那重力做功的那個10 跟未能減少10 其實是同樣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一起算 所以呢記得計算重力未能的時候 就不要算重力做功 或是倒過來計算重力做功的時候 就不要算未能 他們是同樣一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你要算的是 非保守力做功 非保守力做功 增加動能跟增加未能 我們就說增加力學能 或是改變力學能 所以非保守力做功改變力學能 如果有一天 非保守力做功為0 如果有一天非保守力做功等於0 那力學能就會 所以動能變化加未能變化的原因 那力學能就會守恆 所以力學能守恆的條件就是 沒有非保守力做功 沒有非保守力做功 我們就說力學能守恆 以上呢 這個東西就是功跟功率 跟功能定理的重點整理